第1471章中央盛程 在第12层 韩非等了一天的时间 当韩非回到第11层的时候 并未发现有强者印记 于是 韩非快速地用万象仪 指出了接下来三层的入口 等韩非到达第14层的时候 饶式那除老怪实力在墙 也不可能一下子摸索出这亿万条路 说起来 韩非其实还帮了除老怪一把 毕竟 韩非走过的前五层 是绝对正确的道路 按道理来说 仅仅是这前五层的路径 就节省了除老怪那些老家伙们 几亿种的选择 两个月后 韩非在这神之纪念塔中 已经走过了212层 即便如此 这条路依旧没有到头 可以想象 除非暴力破坏 或者有航海万象仪这样的人间盛气 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有如此恐怖的算力 去计算出正确的路径 韩非都不禁开始吐槽 这么多层 应该足够了吧 这要是再往后面走下去 就算自己有万象仪 都快走得崩溃了 眼前的这些 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潘洛斯阶梯 彭罗斯三角 莫比乌斯环 克莱因平 或许 这些图形并不是这么称呼的 甚至说 还有些图形 韩非根本都叫不出来 这仅仅是因为巧合吗 在巧合之中 韩非遇上了这些奇妙的图形 这一日 韩非用完万象仪 走到212层 就此停下 在韩非看来 这玩意 让自己走 那是没本事走的 每天用完了万象仪后 他都是直接盘坐下来 要么修炼 要么思考 只是 如今他这半尊之躯 已经生无可生了 如果不是为了先攻那半滴本原水 还能给自己增加一点提升的可能性 韩非甚至可以在碎星岛救陆尊 只是 现在的韩非知道 实力越强 底蕴越深 陆尊后的实力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 哪怕是压着 都得等自己拿到那半滴本原水的以后再说 此刻 韩非盘坐了下来 手上掏出一张鱼皮图 在鱼皮图上 记录着这神之纪念塔 每一层中通往下一层的数字 韩非重新填上了三个数字后 不禁挠了挠头 自嘲一笑 这玩意 怕是根本就没有规律的 这些数字之间 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 老乌龟道 你已经不错了 只需记住这些数字就可以了 如此更说明 你获得的好海仪 效用非凡 更说明 你与那所谓的先攻之间 关系不小 其实 这段时间 让韩非唯一疑惑的事情就是 自己本是为了去张家道取真灵锤掉树第七层的 结果 不小心偷了一整层的宝藏 偷了一层宝藏后 无意中得到了这枚黑猪 恐怕那张家 也从来不知道这黑猪是干嘛用的 所以 一直以来就将其数之高阁 结果 现在就便宜了自己 从头至尾 张家都不知道 他们错过了多大的一个机缘 韩非显得无聊 躺在那幅空石上 顾听老乌龟道 韩非小子 其实这些图形 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本皇觉得 只是你没能理解这些力量而已 韩非歪着头 你理解了 老乌龟悠悠道 这些图形 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但是 在虚空世界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本皇之前 倒也未曾觉得 你有没有发觉 这些图形像是某种阵法 韩非笑了一声 这还用说 早在第一层的时候 我就想过了这个可能性 但是 这样的阵法 有什么意义呢 用它来制造无限循环的迷阵吗 即便将这些图形进行相互之间的组合 那也不过就是让这循环迷阵 多几个迷惑点罢了 如果改成杀阵 那倒是还可以 韩非笑谈着 可是 笑着笑着 脸色就僵硬了起来 杀阵 如果一个杀阵是循环的 无休止的 不会有力量的缺失 能量只在规定的范围内一散和重新利用 那么 这个杀阵就是无限的 呲 韩非咕噜一下起身 假设用杀阵是可行的 那么自己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 若是刻画单个阵法 怎样才能让人困于其中 老乌龟悠道 你想到了什么 韩非道 你说的有点道理 这些图 可能的确不是图 它们或许只是一个阵法 只是 这个阵法没有被激发而已 或许 这整个神之纪念塔 它就是一个大杀阵 韩非的眼睛亮起 按照正常逻辑来讲 或许 这神之纪念塔是通往中央圣城唯一的通道 但是 它为常不是守护中央圣城唯一的桥梁 若是神之纪念塔是大阵 那么 这阵法绝对可以称为金氏大阵 上古至今 千万阵法中 此阵当排第一 韩非愣了半天 随即苦笑一声 即便这的确是阵法 但这玩意自己要怎么画呢 这得画多久 才能画出这么大规模的阵法出来呢 此刻 韩非才有些惊叹于先公之强大 如果这神之纪念塔真的是阵法 那老娘的有多强 即便数以千万计的阵法大师 按照某种规律一起布阵 都不知道猴年马月 才能布置出如此庞大的一个套娃阵法出来 此律一天无果 第二天 韩非心念一动 航海万象一出现在手中 随着韩非心中默念 顺着扶空拾走了十五个台阶之后 指针转向自己 韩非毫不犹豫地从旁边蹦出来的空间裂缝 钻了进去 只是 这一钻 眼前的场景 直接看得韩非整个人都猛了 眼前是一条大道 一条看不见镜头的大道 这大道 一眼望不到头 似有浅浅迷雾遮挡 大道的宽约千米 两侧似乎是各色房屋 当韩非出现在这条大道上的那一刻 就看见这大道之上的浅浅迷雾 迅速开始消散 韩非的视野越发清晰 只片刻光景 迷雾消散 韩非仿佛看见 在视野的尽头 有妙语耸力 哭 韩非当时就吸了口气 我进来了 韩非回头一看 就看见一座高塔耸力 占地近百米方圆 耸力天穷近千米高 这塔身之上 是错落着的 凹凸不平的方形石块 在塔下 是一扇黑漆漆的门洞 所以 神之纪念塔 其实一直都是中央圣城里面的称呼 外界为什么知道神之纪念塔这个名字的 天知道 可能是他们已经这么叫习惯了 韩非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壮阔的场面 整个千辛城 都没有这么宽阔的大路 一条路就通这么远 韩非不是傻子 他一步都没敢挪动 毕竟 传说在这中央圣城之中 有护城大镇 其镇法之强 甚至可以诛杀尊者 韩非低头看向地面 那青白色的石块 上面竟有微光 似乎蕴含不少灵气 只是 并无镇法的痕迹 韩非当时 整个人就不好了 难不成这中央圣城里面的一块砖头 都如此值钱吗 韩非 老圆 你能感受到 这里有镇法残留吗 老乌龟当即道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本皇似乎被这座城市里的神秘力量 给压制住了 我的感知根本释放不出去 嗯 韩非当即试了一下 结果 的确如老乌龟所说 自己的感知 同样释放不出去 这么说来 这里到底有没有镇法 有什么镇法 自己是一点都感受不到 就在韩非准备往前走 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的时候 突然间 他的眼前景象变幻 首先 有雷霆轰击 直接劈向了他的身体 韩非的脸色微变 却并没有阻拦 如果这只是雷霆之力的话 那也不算什么难走的大阵 轰轰轰 一脸百机 韩非约莫是体会到了一种火辣辣的酸爽 韩非发现 这雷霆的力量 竟然堪比寻常的小雷杰了 这可比那所谓的雷霆域的雷霆 还强上了不少 如果硬要比的话 可能比白被王城雷霆域五千里外的雷霆 还要强上一筹 当然了 对现在的韩非来说 这雷霆并不算什么 可是 雷霆过后 便是火海 韩非一步咫尺 跨越数十里 然而 在这里 空间似乎没有了意义 自己像是被困在了无形的阵中 没有距离 没有时间 有的只是一片虚无 卧槽 我这是跑八卦炼丹炉里面来了吗 老乌龟道 这阵法 出现得太快 按理说 不太可能 即便你发觉不了 本皇也不可能毫无所觉 所以 本皇以为 能够直接将你包裹 结果只有一种可能 韩非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卖关子 老乌龟 这整座城 就是一个大阵 你本来就在阵中 所以根本无处可逃 韩非咬牙 虽然我不怕火烧 但是 这么大的阵法 韩非没能继续说下去 他忽然就想起了一件事 当初 在那天荒城中 那座族族在海面撑住了两百多年的城市 如果仅仅凭借人力的话 恐怕早就被灭了 人类有强者 海族又不是没有强者 当时的天荒城 有护城大阵 即便到了最后那一刻 库城大阵也是很艰难地才被打破 此时 韩非想到了天荒城 那么 自己所在的中央圣城 到底是叫千兴城 还是 有一个独立的名字 第1472章掌控时 莫名间 韩非就陷入了一连串的大阵之中 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空间概念 所以 韩非一时半会儿 也没想到该怎么破阵 韩非甚至有点奇怪 谁家阵法 这么搞啊 你要布下阵法 也该是阵法连环 团团紧扣 引人入瓮吧 垂特们直接在路口 就来个大杀阵 除非 这路口根本就不是用来当作通道的 只是用来诛杀从千辛城来者的 那大火狂笑 韩非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在韩非的尖头 小黑正在惊吞狂吸 火焰能量 基本上都被小黑给吃了 讲烧着韩非 目前来看 是不太可能的 似乎 见这火焰大阵没有用 在下一刻 就看见密密麻麻 如同飞黄的箭矢 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正朝着韩非 狂飙射来 我去 这阵和阵之间 就这么跳脱的吗 韩非连忙收了小黑 心念一动 手中出现两柄菜刀 只见韩非的身法 有如游蛇 鱼波掏中起伏腾挪 在那快若闪电的剑矢大阵中 化作了无尽的残印 叮叮叮当当当 足足过了近乎百息 韩非脚踩防御阵 手持血之哀伤 拔尖而斩 剑其冲销 一剑之威 可比初级巅峰尊者近 在进了这中央圣城之后 韩非的力量就回来了 只是 自己的感知 似乎被阵法困住 暂时还出不去 韩非催动大道之力 让实力达到了尊者近 意图强行破开此阵 结果 一剂拔剑术刚刚斩出 就看见有诡异大径出现 只看见韩非斩出去的拔剑术 原封不动地斩了回来 卧槽 韩非心头悍然 空间阵法 韩非不敢怠慢 当然是再斩一剑 这才斩得虚空震荡 凄浪冲击 千万剑芒容于风中 斩向四方 韩非神色微变 一种可以改变空间的阵法 类似神之纪念塔中的阵型 老原 你感知一点都放不出去吗 没有感知 我找不到阵机啊 韩非没敢再出剑 自己攻击的强度越高 对方只要以诡异阵法送回来 难受的还是自己 倒不是说这阵法有多强 只是自己的感知被封闭了 找不到大阵究竟何在 否则 也不会任由这杀阵展开 老乌龟道 本黄的感知也被压住 似乎这片空间是无差别镇压 是不是你这个入口有问题 在韩非和老乌龟激烈讨论的时候 就看见有一道刀影 带着千丈螺旋 轰杀而来 就拿刀身的澎湃力量 韩非就知道 这是不亚于自己权利 一击拔剑术的力量 韩非心说 这么被压制 可不是个办法 自己的强硬手段 打不过去 对方却可以打过来 这很没有道理 当即 韩非心念一动 空间折叠 刚才 自己的拔剑术之所以被送回来 其实原理是相通的 有点像是反射原理 但其实不是 这就像是一张纸 将其对折 那么锁轰出去的攻击 就会顺着折处 返回原点 而韩非眼前的空间 就像是那张纸一样 这也得亏韩非拥有的大道独特 可以小范围内无中生有 无限制地改变自己的大道 否则 这样的空间大数 韩非还真的对付不过来 咦 当那道刀芒 顺着空间斩回去之后 韩非就听见有人一位一声 声音异常清晰 谁 韩非第一反应 这里如果有人 就是那位先公掌控使 只听韩非立刻喝道 自己人 别乱打 小茨让我来的 无 我和公主见过面 咱先把这阵撤掉如何 哼 韩非正琢磨着 怎么让这人知道自己 确定自己的身份 如何告诉他 自己并无恶意 韩非还在想 是不是得把定海图寄出来 然而 抓刷刷就看见那虚空大阵 渐渐平静了下来 黑色 变成了淡淡的白色 紧跟着 开始透明 然后消失 咦 这么好说话的吗 韩非还在疑惑呢 就看见正在消散的大阵之外 一道人影 正占自己百米之外 三西过后 当虚空大阵彻底消散 啪 哎呦我去 韩非当时就怒拍大腿 嘴里骂骂咧咧的说道 好啊 很好玩 是不是 我还是个半尊啊 就刚才那阵法的威能 都已经能徒尊了 你竟然对我下得去手 哎不是 老任啊 你这回得好好跟我掰扯掰扯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你会在中央圣城 这里不应该是先公掌控时呆的地方吗 你 韩非一阵吐槽 结果 吐槽着 吐槽着 韩非就发现了不对劲 当韩非看见任天飞那似笑非笑的表情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咽了口唾沫 震惊到 你是先公掌控时 韩非当时 脸色就变得难看了 从未有人追究过任天飞的来历 因为小词是被偷袭的缘故 可以说 整个千星城 都不一定知道 在中央圣城有一位掌控时的存在 甚至说 除了楚门和曹家这样的家族 其他家族 都不一定知道先公的存在 所谓的掌控时身份 就算有人知道 怕也就是寥寥数人而已 以前 韩非以为 任天飞就是千星城的一个绝顶强者 最后 不知道怎么的 跟千星城那些大族闹了矛盾 再后来 被大族追杀 藏于碧海镇天水村的海域之中养伤 后来 这个天才 自创炼体神术 再次走向巅峰 杀回了千星城报仇 本来 韩非觉得 故事就该这么简单而已 直到后来 直到任天飞被追杀的原因 竟是因为去过先公而结仇 那会儿 韩非更以为 任天飞是一代天家 只有真正的天骄纵横之辈 才能够在亿万人中脱颖而出 去到那谁都想去 结果谁都去不了的地方 可是 现在想来 可笑 太尼玛可笑了 堂堂的尊级强者 被人打崩了 跑到天水村一个小小螳螂虾哭 吃几只螳螂虾 就能救命了 自己特么是得有多蠢 韩非相信这种荒唐的言论 实际上 早在任天飞和老韩他们联手的时候 韩非就已经所有猜测 只是 自己没向这方面去想 宁愿自己还被骗着呢 现在好了 任天飞都变成了先公掌控使了 还有啥好说的 怕是整个千辛城都以为 任天飞和老韩他们的结盟 是因为千辛城世家大族实力强大 所以 他们才结盟互助呢 可是 自己老娘乃是先公之主 老韩和任天飞这俩货能不认识 如果老韩和任天飞一早就认识 那么包括不灭体在内 其实都是这些人的算计 从头至尾 从任天飞到老韩 一个个都特娘的是骗子 唉 等等 韩非在想 自己为什么 将暴徒学院也算了进去 却见韩非眼皮一挑 看向任天飞到 咬牙切齿到 暴徒老祖到底是谁 如果掌控使是任天飞 那么 任天飞能去先公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神之纪念塔对他来说 应该也毫无难度 可是 暴徒老祖为什么也能走神之纪念塔 任天飞 老韩 暴徒学院 现在都是一条路上的了 现在 任天飞身份基本上是揭秘了 那么 暴徒学院呢 暴徒老祖曾经带鸭签新城 白老头可没少拿这事跟他们吹鱼 现在想想 好像也不对劲 暴徒老祖也是因为去过先公 才被世家大族追杀的 理由都和任天飞一样 自己要是再信 那就是智商有问题了 只听任天飞的嘴角微微勾起 很好奇 是不是觉得 所有人都骗了你 韩非扯着嘴角 怎么着 难道不对 你说说你们一个个来头既然都这么大 直接给我开条路 我直接去先公多好啊 现在这样 不还是你们给我开的路吗 任天飞吃笑一声 谁给你开路了 从你开始修炼开始 从你进行锤吊试炼 进入暴徒学院 去三级渔场 再到碎星岛 这期间 谁给你开过路 任天飞背负双手 走在这宽阔的大道上 即便是夺定海图 我帮你夺了吗 也就只是在千辛城 我们救你小子出去 我和你爹他们出了力 那是因为那些力量 超出了你的能力范畴 否则 你以为谁会出手 韩非咬牙 想来也是 当初 夏小禅被纯黄点带走 这些混蛋都没有一个出手的 即便自己被纯黄点轰杀当场 将老头寻了几天几夜 愣是没能找到自己 可这些混蛋 还是没有出手 当即 韩非心头有点颤抖 就因为一条城王路 本以为 自己皆掌碎星岛 主持了第一场战役 大获全胜 自己从此变成棋手了 结果 现在一看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只听任天飞道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从现在开始 我的身份也揭开了 后面的路 就都是你自己走的了 你不是想知道 李大仙是谁吗 来吧 我给你讲讲 第1473章圣城隐秘 韩非和任天飞 是初次见面 可以说 之前都没有一次是见着真人的 要么是分身 要么是傀儡 现在这个 应该是真身无疑了 如果任天飞是掌控使 那么 他的实力就不能弱 至少 在中央圣城 他得有足够的力量 而且 在这里 他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韩非一步跨到任天飞的身边 俩人隔招数米 走在这长长的大岛之上 韩非瞅了瞅道路两边 那本该尘封许久 却依旧崭新的建筑 疑惑到 这里没人住吧 歌之 韩非话音刚刚落 就看见不远处的路边 有一扇门 竟然从里面打开了 韩非当时 心里就握槽了一下 心说这都多少万年了 难道中央圣城里面 还有人住不成 结果 当韩非看见里面那人的模样时 整个人又不好了 那不是任天飞是谁 感知一扫 那人竟然还是探索者级别的 微等韩非说话 就听任天飞道 一座城这么大 总得有人住着 我一个人着实有点住不过来 毕竟 飞身也不是无穷尽的 韩非不禁道 那你 到底有多少个分身 韩非觉得 这应该就是任天飞的大道了 要不然 也没见过哪个尊者 一直都在用分身进行战斗的啊 只听任天飞道 想要百个也行 想要千个也行 想要万个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不同分身的力量 是有所区别的而已 这得看具体什么时候用 该怎么用 韩非 大道 任天飞 依既就看不全这一整座城池的面貌 再往上去 韩非就看见有一条蜿蜒的河流 如同S型 贯通了整座中央圣城 而在那河流的两边 中线两侧 却见两片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 一黑 一白 把韩非看得有点发猛 太极 任天飞道 太极是什么 这是阴阳 只见任老头子 吹起了胡子 傲然道 中央圣城 以礼方做星辰 养人间火气 以天水为银河 若双宫于城中 以神殿为北斗 拱天地阴阳之所和 天字轴线之上 修建了世上最强宗门 分别是 太阴学宫 纯阳道府 这 便是曾经的千星城 曾经的阴阳天 呲 韩非听得有点发猛 不是 任老头 你说点 我能听懂的 任天飞哼哼 事成 就得有人住 有人住 便有人气 有人气 便有统治 有愿力诞生 你在碎星岛作战的时候 应该感受过吧 韩非点头 所以 之所以建这中央圣城 就是要他们给王者提供愿力 任天飞摇头 当然不是 王者之下 养一万民 能住入中央圣城的 无故有过人之处 岂能人人可住 这是阴阳天之下的中间力量而已 代表着力量的层级 韩非没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看向那河水道 那河呢 任天飞 云与作河 其林列在河中流淌 可称为银河 也可称为银河 至于具体怎么称呼 无所谓了 呲 其林列 在里面流淌 韩非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特么逗我完了吧 这玩意得要多少其林列啊 任天飞吃笑道 你以为其林列是什么珍贵的东西 王者道运润化 运有王者教化 王者之气所灵 万物皆可其林 算了 跟你讲了 你现在也不明白 反正 你只要知道其林列并不值钱就行了 一旦你成王 想要多少 就有多少 韩非 那这阴阳图 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天字轴线之上 修建了太阴学功和纯阳道府 是这两所世上最强的宗门 为何千辛城 七大宗门之中 却没有 忽然 韩非歪头看向任天飞 暴徒学院是太阴学功 还是纯阳道府 任天飞笑看着韩非 你就这么确定 暴徒学院是这两大学府中的一个 韩非撇嘴 如果不是 那暴徒老祖 凭什么能闯过神之纪念塔 他为什么能入仙宫 韩非又是吃笑一声 以前我还奇怪 为什么暴徒学院 莫名就成了千辛城八大学院之首 曾经风靡一时 纯阳岛 暴徒学院 纯阳道府 呵 原来 这才是暴徒学院真正的由来 任天飞不至可否 淡淡道 你倒是聪明 不错 暴徒学院的前身 的确是纯阳学府 曾经 也是历经千万载的变革 最终 道府强者凋零 余下一点人 只能离开中央圣城 和七大宗门一样 对外开始招生 韩非不禁疑惑 以前 不是这么招生的吗 任天飞四孝非孝的看了韩非一眼 反问道 你是这么招进去的吗 韩非想了一下 好像不对 虽然离开了中央圣城 但是 暴徒学院那高傲的性子并未削减 将恶人狂 张玄玉 若小白 夏小禅 这些人 哪一个是通过招生 招进学校的 也就是从屈晋南他们那一辈 才招了曲晋南和凌渊两个人 韩非不禁道 太阴学功呢 任天飞淡淡道 你应该知道 阴阳天是后来被搬到这里来的 当初 中央圣城的人随军征战 后散落四方 并未回归 太阴学功 就是在那个时候 和阴阳天分散的 具体在哪 我也不知道 韩非微微吸了口气 也就是说 太阴学功 已经消失了几万年了 这一点 倒是好理解 毕竟 末法时代的时候 的确到处都打得乱七八糟 有些人 打着打着就不见了 这应该也实属正常 再说了 当初 创立三十六先功后 后面肯定还有诸多征战 这些人 遗落在哪 还记不记得阴阳天 都是一个问题 韩非看着这座只有任天飞分身占据着的城市 心说 这老家伙 到底活了多少万岁了啊 韩非耸了耸肩 很随意地说道 所以 现在怎么搞 我是应该去那神殿逛逛 还是直接去仙宫了 任天飞淡淡一笑 无 你哪儿也去不了 即便大运加深 也需要我亲自感受过了才行 我倒是要看看 你究竟有没有这个资格 入仙宫 韩非当即资牙 怒到 遭老头子 都这样了 你还要打 有着力气 留着去仙宫打傀儡 不是很好吗 我听说 仙宫里到处都是傀儡 任天飞冷笑一声 天底下 好事给你占了八分 总得给你增加一点难度不是 你打是不打 打赢了我 你就可以去仙宫了 韩非冷冷一笑 打就打 你以为我怕你啊 你是不灭体 可我也已修成今生 我倒是要看看 同镜之下 你怎么拦得住我 任天飞眼皮子 微微一跳 不灭今生啊 着实不错 不过 谁说我要跟你同镜战斗了 韩非 只看见任天飞气息一展 直接来了个终极尊者的力量 韩非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 小词不是说掌控时的力量跌落了许多吗 说最低是初级尊者镜 可这 而且 任天飞这终极尊者镜的实力 能信吗 反正 韩非是绝对不信的 哪怕任天飞实力是终极尊者镜 那也是能单枪匹马 横闯千新城的终极尊者镜 这个手段 跟半王有啥区别 韩非当时脸色就黑了 喂喂喂 老任 咱们有话好好讲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我这还没入尊呢 你就要跟我这么玩 有点欺负人了啊 任天飞黑黑一笑 碎星岛一战 你展现出来的实力 可一点都不弱 面对高级尊者 半王尽都丝毫不让 怎么着 这还没打呢 就想认输了 放屁 半尊 那也是有极限的 你动不动就搞个终极尊者来 回头再变成个高级尊者 那是欺负谁呢 任天飞 要不 你去神殿里做做 感受感受未来的王位 说不准 你会有这个动力打赢我呢 韩非哪里受到过这种挑衅 当即喝道 来来来 现在就打 全怕少壮 我还就不信了 不过终极尊者静 以为能压我一筹似的 砰 就看见韩非一拳轰出 无敌全硬 横击虚空 俩人一前一后 站入了虚空之中 第1474章在提到新 韩非和任天飞的战斗 简直就是一场充满了 暴力美学的盛宴 起初 俩人刚一交手时 韩非习惯性地进行各种技巧性的闪避 光神体的激发 64项鱼龙武的各种身法 都运用在其中 之所以这么打 是因为韩非还有点心理阴影 毕竟 任天飞曾经特别训练过自己 长达两个月 那时候 自己还在三级渔场 每天被打得惨不忍睹 所以 知道任天飞的风格 自己自然不会让他抓到破绽 要不然 一拳接上一拳 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时候想翻盘也不容易啊 哪知道 在韩非用出这诸多手段之后 任天飞搜的一下 直接就将实力攀升至了高级尊者境 韩非顿时怒骂 老不要脸的 你这是耍赖 任天飞声音如雷 我耍赖 我只是要教会你一件事情 一力详实惠 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 等你遇到真正的强者 就凭这些花里胡哨的去打架 韩非吃笑 老头 我不仅有这些花里胡哨的技法 我还有最强的肉身 来战 砰砰砰砰砰砰砰 韩非心头一动 大到降临 三倍力量加深 实力一下子跃升到了出其尊者境 虽然和任天飞还有一段差距 但是自己有不灭金身在 倒也不是不能打 此时 就看见俩人你一拳我一拳 就看谁的速度快 出拳猛 风格 路数 确实挺相近的 韩非此时的实力是出其尊者境 跟人家高级当然不能比 满打满算 最多也就能打出终极尊者境的力量 大多数的招数还是停留在出入尊者境 在网上 韩非已经力不从心了 韩非有预感 如果自己再强行使用自己的大道之力 那也没法拥有四倍的力量 要不然 也太逆天了 砰砰砰 眨眼间 韩非已经被捶了几十拳 每一拳 都轰得韩非五脏震动 这么下去 确实不是个办法 但是 论风格 着实是任天飞的风格 吼 韩非抱吼一声 百兽阵魂吼出 身上一层金光浮现 整个人被金灿灿的光芒笼罩 嘿臭小子 这次好告诉你 活得久 不是没有好处的 论神魂之力 你算不上绝顶天交 老子同静之下的神魂之力 约莫是你的两倍 砰 韩非只觉得精神炸开 顿时间 蹊跷流血 韩非咬牙闷哼一声 无敌意志加深 金光犬印如暴雨梨花 疯狂砸下 一边轰击 韩非一边问道 活得越久 神魂强度就一定会变高吗 最多 能高到多少 任天飞丝毫不让 以双拳回击 扛着韩非的犬印 一连轰出七八道 堪比舍身犬印的大犬印 直接将韩非轰飞数十里 任天飞 这可没个准头 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一直提升神魂力量的 神魂力量的提升 疑是需要自身身体潜力的挖掘 挖掘的越深 相当于神魂的容器越强 另一个 就是长期不断的用观想图 观想图越高级 提升的精神力也就越好 但也都会有个极限 说话之间 韩非一个斗转心仪 已经回来了 双方再次轰击到了一起 这两人打架 光看着雪光飞溅 但要论多少技巧 恐怕看不出来 简直就像两个罪汉在互殴 两人你来我往 韩非是输多赢少 韩非 不灭体的后半段 应该需要将神魂之力融入血肉之躯 让两者相融 方才是你不灭体的最终大道吧 任天飞哈哈一笑 你小子的悟性倒是不错 如你所言 你已经悟到了不灭体的后续修炼方法 首先是要肉身不灭 其实更要神魂不灭 想要神魂不灭 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将神魂藏在身体的任何一个角落之中 韩非找准机会 硬生生挨了任天飞一拳 嘴角勾起 深深的一个拳印轰出 将任天飞轰退百米 嘴里咽下一口血 韩非喘息道 你这方法就好像把我的脑子打散了 融入了身体每一个角落 只说我浑身上下都长满了脑子 任天飞吃笑 没空跟你胡侃侃 你小子现在的肉身力量的确不弱 走上了无敌路 更是在墙三分 不过 虽然你的神魂之力 比寻常人可能多了一倍左右 但是 这部分的神魂之力 是可以通过坚持不懈的修炼 观想 以及长时间的修炼 弥补的 因此 谁都可以做到 所以 你的神魂之力 并不是最顶级的那一种 以后有机会 都去找找无主之魂 通通通俩人全印相接 各腿数千米 韩非吸了口气道 无主之魂 掠杀尊者就行了 但神魂到底多强才算强 任天飞悠悠道 每个人的极限是不同的 这是 你不应该问我 要问你自己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神魂之力 到底有多强 问题也不大 以后 找一找自己的道心何在 你心中的大道为何 你的大道在何方 你要如何坚定的走下去 道心 最终决定了神魂的极限 嗯 韩非的瞳孔顿时一缩 这是他第一次从除了老乌龟 第二个人的口中 说起道心的事情 韩非体内 老乌龟道 韩非小子 瞧瞧 这就是差别 这老小子就知道道心的意义 就只有你小子 一个劲的追求实力的提升 事实上 你提升的太快了 就算你现在不去考虑道心的事 等入了尊以后 你想成王 道心不够 那也不行 韩非不动声色 对任天飞喊道 何为道心 任天飞在叙事 全上恐怖骇然的能量 在汇聚 道心 向道之心 身后无所牵挂 前路无所畏惧 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走一条能让自己走到死的唯一大道 坚定不移 不离不弃 是为道心任天飞这么解释的时候 韩非心下 老乌龟不禁道 不得不说 你们人类的口才 是真的好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但你千万不能以他说的为准则 他说的这些道理 都是对的 但道心之说 远远比这几句话 要来的复杂 听了任天飞的解释 又听了老乌龟的劝戒 韩非其实是能明白这些道理的 但是你要让韩非现在就摸出一条坚定不移的向导之心 韩非暂时还真做不到 关键是老韩他们铺的路太久了 韩非自己的成长完全被他们给规划好了 特别是在自己知道这一切之后 心里很不是滋味 远远没了从前的那种成就感 但是 若说韩非没有什么信念的话 那也是假的 韩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首先 自己得想办法 跨越无尽海 然后找到娇人族 打抱纯黄点 带走夏小禅 嗯 韩非觉得 自己的这个想法很是霸气 纯黄点那王八蛋 当初差点儿就把自己干掉了 此仇不报 心里的那口气就去不掉 其他的 真说要为了人族的大义 为了对付海族 这一类坚定不移的信念 韩非是真的没有 在战争中 没有对错 只是 在各自的世界里 对错一直都存在 不能说海妖就无情 也不能说人族就有情 只能说 自己恰好生在人族 那就得站在人族的利益上 不管哪类生灵 在危难之时 团结一致 那都是共性 即便这个大道理没错 像人族 不也有释迦大族 这一类人的存在吗 他们可更关心自身的利益 想让他们为人族的存亡拼命 那也是一想天开 此时 韩非心想 或许在入尊之后 自己得好好研究一下 该如何去养养那所谓的道心了 半日之后 韩非和任天非 憨战了何止三千回合 主要嘛 就是韩非被打 韩非无语道 老混蛋 我觉得 你就是在拿我寻开心呢 有本事 你把实力降下来 咱俩再去练练 任天非吃笑一声 你以为呢 老子就是趁你没成王之前 多揍几下 万一 你小子以后真能成王 老子也是殴打过王者的男人 韩非的眼皮一挑 合着 你还不觉得我能成王是不是 任天非鄙视的看了韩非一眼 你连尊者都没入 现在就谈王者 合适吗 你当成王是什么 你想入就入了 便是那王节 就千难万难 对了 以你的修炼速度 怕是得从入尊之后 就得考虑着渡王节的事了 韩非笑道 这你可没经验 王节是怎样的 怕是整个阴阳天 就只有一人有经验了 韩非说的是唐燕 这个家伙 韩非觉得很不一般 他为了渡王节 居然搞出了一个云金分身出来 结果 这个分身在渡王节的时候 还是失败了 被劈死了 现在 他还不死心 又搞了一句云金出来 不仅搞了云金分身出来 这一次他自己 恐怕也是想渡王节的 即便这一次 他还是成不了 他还有唐哥这种身份 韩非是真心感叹 到了强者的世界 真的想死都不容易 都说狡兔三窟 这些人还不是王者呢 就已经给自己弄出一个又一个的转时身了 甚至 就连韩非自己都明白这所谓的转时身 是怎么来的 便如任天飞说的 可以直接剥夺掉一部分神魂之力全部的记忆 将纯净的记忆 塞入一个全新的身体 让其自然成长 在环境的熏陶下 慢慢成为一个新的强者 这种事情 韩非单单是想一想 都觉得头皮发麻 自己看着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 然后 最终又变回了自己 却见任天飞豁然起身 甩了甩他那乱糟糟的头发 淡淡道 走了 去神殿看看吧 小心那天道法眼 那东西能腐蚀先公 而今仙宫里的傀儡 你皆可杀之 第1475章神殿闲坛 中央圣城 是王者君灵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 那座神殿是空着的 住在中央圣城的人都知道 据任老头说 在很久以前 最为繁荣的时候 中央圣城每年都会对切新城开放一次 那会儿 数以千万计的人类 可以来到中央圣城 瞻仰神迹 过了天河 在最中央有一处圣殿 模样有点像是天坛 此方的台阶有点多 这圆形圣殿也有点大 上下也是三层建筑 韩非不禁疑惑 为什么都是三层 任天飞问问一下 还有什么是三层 韩非摇头 没什么 我是说 这就是我要住的地方 任天飞痴笑一声 你住 你也不看看你这德行 给你住 你好意思住吗 韩非鄙视道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住的 这终究是我家的地盘 任天飞傲然道 王者传承 不论谁家 只看谁有本事 众人给你铺路 你也得能成王再说 就说那堂眼 若他先你一步成王 早一步拿下先功 说不定这就是人家的了 韩非看向天宇 说道 不是还有那玩意在吗 唐颜怎么成王 任天飞耸奸 就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没有那东西在 你以为 还有人专门等你来成王 而且 那玩意既然能阻拦别人成王 说不定也能阻拦你 这一点 你得做好思想准备 韩非无所谓道 我不着急 我还没入尊 那玩意可以再留一段时间 等我什么时候伴亡了 再想办法弄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天道法眼为韩非争取了时间 如果不是因为天道法眼的存在 就除老怪 老韩 暴徒老祖 唐颜这些人 真的没法成王吗 两人进入了圣殿 那圣殿的底层 高近百米 里面只树立着一尊海神雕像 只是和韩非见过的所有海神雕像都不同 这里的这尊海神雕像 是坐着的 很是端庄 很是威严 而且 论神态和容颜来说 韩非这算是第一次见到自己老娘 当王者时候的模样 那雕像上 长发披肩 微卷而飘落于井后 她的眉心开天 有一道金光如剑 脸颊威瘦 稍有棱角 很有种女帝长天下的风范 韩非以前 在定海图幻境之中 也看过老娘的模样 只不过 那会儿她就是个美妇人 完全不像是一个王者 任天飞道 能走到这里来参拜的 寥寥无几 韩非皱起眉头道 成王 不就是好好修炼吗 非要来参拜 是什么道理 任天飞淡淡一笑 你不懂 在当年那个时代 万族生灵都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王者 就是他们的信念 就是他们的希望 他们将全部的信仰 都献给了王者 你能体会这种感觉吗 如果这种情况下 王者还能不时地展露神迹 供众生瞻仰 久而久之 人们也就获得了信心 韩非 众生瞻仰 那得多少怨力 任天飞 都是相互的 怨力 可以帮助王者变强 王者可以增强众生的信心 这里没有谁赚谁亏 只是都赚了 但怨力 也是有极限的 这是你母亲告诉我的 具体极限在哪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 不是谁都能成王的 韩非和任天飞上了第二层 一边走 韩非一边问道 没有怨力 就不能成王了吗 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 那这仓王海域 万族林立 也不过只能出现数个王者而已吧 任天飞道 当然不是 成王和成王之间 也是有区别的 有些人 走的是天地正道 走的是堂皇之路 成就的王位 只是起步 是开端 有些人成王 只是实力境界和机缘到了 度过了王节 所以他就成了王 想要更进一步 那还得继续拼杀 寻找机缘 韩非疑惑 区别在哪 任天飞 一族之王 哪怕你坐着 日日接受信仰 最终也能成王 无 你知道成王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王者之后的境界 韩非 我知道 你是说坐着就可以成王 韩非的心头剧烈震动 你妈 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儿 成王都如此困难了 结果有人坐着 就可以成王了 只听老乌龟的声音 在韩非心头响起 哼 天底下 哪有这等好事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成王 并没有那么困难 只是因为你们这一遇 有那大眼睛守着而已 否则 到现在 可能已经不止一尊王者了 就你眼前这老头 阿诚也能度王节的 他说的坐着成王 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 你想想 一路打上来的皇者 和一屁股坐上来的皇者 能一样吗 韩非觉得 老乌龟说的 很有道理 就算坐着能成王 但总归显得不扎实 那是愿力堆出来的皇者 没道理会比人家一路打上来的更强 不过 老乌龟又道 当然了 好处也是有好处的 不是所有人成王了 都能够开天成王的 而且 这种走信仰意图的皇者 在自己的地盘上 极万众信念 的确也是厉害 只是 离开了自己的地盘 那实力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 韩非琢磨了一下 原来这就是生命女王 他们不肯离开自己地盘的原因 走着走合 韩非就看见这第二层 竟然乱糟糟的 还有不少酒坛子 随意的滚在地上 只听任天飞道 呃 这一层是我住的 我也没啥好消遣的 就是平时睡睡觉 打打做啥的 走走走 去第三层 监工的入口在第三层 韩非 韩非也有些哭笑不得 没成想 任老头竟然是住在神殿里面的 任天飞似乎知道韩非在想什么 当即道 我毕竟是掌控室啊 虽然实力没有完全恢复 那个以前 无奈王者之下第一人 一人横推千星成 那是妥妥没有问题的 韩非鄙视的看了他一眼 行 你说了我就信 话说 你什么伤 我现在有一门大树 或许可以将你根治 任天飞嘴角脸开 算了 天启神术吗 你走的 又不是天启大道 威力不如真正的天启神术不说 就说以你伴尊之资 想要根治我的损伤 那还是有点痴人说梦 等你什么时候成就伴王之境 或许 可以强行用此数将我根治 任天飞没要求 韩非自然也不会强说自己多厉害 他以为自己没走上天启大道 那就让他再以为一阵子吧 带自己如尊 吓尿他 到了第三层 韩非就看见这整个的一层 都被一些金色线条给圈住了 简然 这是一个传颂阵 至少 看着传颂阵的级别 复杂的金色纹路 诡异的纹路结构 应该比水木天的那个传颂阵 要强了不少 监公所在 本就是常人无法企及之地 是藏于空间缝隙之中 难以琢磨的 而且 先公和先公之间 也有强弱之分 生命女王曾说过 阴阳 琉璃 金屋 降龙 从其话语之中 韩非觉得 阴阳天 可能档次并不低 甚至可能会很高 毕竟 生命女王说这话的时候 并没说一句排名不分先后 看着传颂阵 任天飞道 这阴阳先公 是留给你的最后一道考验 不是我等没有能力清扫 而是我等落去清扫 付出的代价可能比你大得多 那玩意 对我等的杀伤力 要比你大 持力越强 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强 记住 能不用出最强力量 就不用出最强力量 那玩意瞎得很 韩非听得一脸猛逼 我怎么听着 那玩意 赤活的 任天飞笑道 那你以为呢 说他是活的 也不为过 他就像是上天的一只眼 监察众生 但有不对 就冒出来折腾两下 韩非最后问了一句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独独出现在了我们这阴阳天 三十六仙宫中的其他地方 他咋就不去呢 任天飞怪异的看了韩非几眼 这就得问你了 你觉得 偷取时光 这算不算逆天而行 韩非的嘴角扯了扯 好像也对 老娘直接把末法时代的一段时间 给偷了出来 并封印住了 人家堂堂天道 真的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就好像我是一个王者 发现身边有人在我这边偷了东西 我还会信任他吗 如此一想 韩非不禁苦笑一声 那这玩意 还能赶走步 任天飞耸肩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掌控使我又不是王者 我可以掌中央圣城 又不能掌仙宫 这事你问我没用 你得自己想办法 韩非轻轻一笑 得我自己去 韩非快步地走到了阵法的中间 身下灵气狂涌 今可见就激活了这大片的金色纹路 当金光一闪 韩非的眼前豁然一变 比眼前变化更让人吃惊的是 韩非感受到了可怕的温度 如排山倒海 朝自己袭来 呲 我低个乖乖 第1476章阴阳仙宫 韩非眼前的画面 让他不敢置信 这特么 就是传说中的仙宫 见识过了水墓仙宫之后 韩非觉得 自家的阴阳仙宫 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进去拨 说不定灵气成灾 灵国长了几万年 可能都输成果子精了 现在一看 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韩非的眼中 火焰成灾 放眼所及 如同修罗地狱 到处全是地火岩浆 灵气虽然的确是爆棚了 但这里的灵气极为狂暴 就像是时时在发生灵气暴一样 在天空之中 一只巨大无比的大眼睛 眼中正往下垂流一道岩浆瀑布 看起来 就像是流着血雷一般 只是顷刻间 韩非身上的衣物 就已经焚烧殆尽 可怕的温度 比韩非在水木天钻通地卖岩浆 还要热 当然了 这会儿 自己已经到了半尊之境 不灭今生也完全塑造了出来 这些温度虽然灼热 但已经伤不了自己分毫 在这些火焰之中 韩非看见一些人影 这些人影或躺 或坐 或趴在地上 韩非可以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强大的力量 傀儡 韩非心头 老乌龟道 韩非小子 这看起来 好像不太好的样子 韩非翻白眼 这特么何止是不太好 简直打破了自己内心 所有美好的期望 这个地方 根本就是一团糟 说是先攻 简直比地狱还要凶险 本来 韩非是性高采烈来着的 指望着在这里 收获个盆满钵满 简在一看 不仅收不回啥东西 似乎还得往外掏不少了 哭 韩非的心念一动 小黑小白出现在他的身侧 这俩小家伙 似乎也是被吓了一跳 不过 简直人在 旋即也就放心了 对他们俩来说 这恐怖的火焰温度 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只是 小白有些微微不喜而已 只是 这一回 韩非并没有将小白收入 炼化天地之中 而是道 闺女 你吸一吸这里的狂暴灵气 能吃多少吃多少 儿子 这些恐怖烈焰就归你了 你不是嫌弃炙热火能还差点儿吗 这回 你就吃个够 公子看见 小黑小白的身体 直接开始膨胀变大 然后 双双张开了大嘴 开始疯狂吞吸了起来 这时 韩非看见天空之中 那天道法眼的眼珠子 似乎动了一下 往自己的这个方向 踢了过来 韩非深吸了口气 任天飞这老家伙说过 别人成王 付出的代价要比自己大得多 应该就是和这天道法眼在对抗 自己境界弱了 所以 这天道法眼施加给自己的难度 恐怕也不会很大 现在 这里乱成了一片 整座仙宫中 充斥着霸道的火焰精华 将韩非整个人都烧了起来 这意味着 挑战已经来了 果不其然 韩非感受到了 那出现在火焰之中的傀儡 越来越多 虽然小黑小白已经很努力的在吞吸 但是 两者的实力毕竟不够强 哪怕倾尽全力 他们也只能形成一道漩涡 而阴阳仙宫里横冲直撞的能量 灵气火源 实在是太多了 抓就看见有傀儡人影 一步跨出 手中拎着袖迹斑驳的长刀 朝韩非斩来 这一刀之威 充斥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力量 不像是一个探索者 能随手发出来的破坏之力 故韩非吞吸了一口能量 一拳轰击 准备直接将那刀身影 连带长刀 全部碾碎 韩非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大刀之力 究其原因 是天道法眼在注视 如果自己用出更强的力量 故知道 天道法眼会不会增加难度 只是 虽然不是舍身拳印 但韩非这一拳也霸裂无双 韩非虽然碾碎了那傀儡手中的长刀 但这一拳轰出 就仿佛轰击在了一座铁山之上 虽然将其身体轰得扭曲 但竟然未能将其碾碎 呲 好强的体魂 老乌龟不禁道 这些傀儡 整日被这浓烈的火源锤炼 被炼制了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可能实力不咋低 但肉身强度 怕是没有一尊示弱的 孤独 韩非咽了一口唾沫 我倒是忘了问一句 仙宫到底有多少傀儡来的 见识过了水母仙宫 韩非觉得 仙宫并不大 纵横几十里 也就差不多了 此刻 韩非感知一扫 可是只能扫出千米之外 韩非道 老元 这仙宫到底多大 有多少傀儡 韩非的话刚刚问完 就看见那天道法眼中 竟然有一道红色激光 瞬息而至 韩非也根本都没反应的过来 谁知道 你天道法眼 会突然来这么一下 韩非甚至连彩阵的时间都没有 被一击 接接时实地轰中 韩非在地上 滚了好几千米之远 浑身上下 血肉模糊 五脏翻滚 身体毛发全部焚毁 就连骨骼 都隐隐作痛 老乌龟惊骇到 不行 他能感受到本皇的力量 本皇的皇者魂力一叹 就被他全部磨灭 甚至 他意图直接将本皇摧毁 韩非心头悍然 这TM就过分了 意思是 老乌龟不能出手 抓刷韩非心念一动 直接将小黑小白同时收入炼化天地之中 因为那些傀儡开始动了 如果这些傀儡好打发的话 小黑小白在外面也就罢了 可现在看来 这里的傀儡 没有一直好打发的 如此多的恐怖战力 如果放在海妖战场上 谁人能敌 韩非心头无语 这些傀儡 现在疯狂开始出手 一时间 长枪如龙 刀放光滑 剑斩虚空 纷纷朝着韩非杀来 叮叮叮韩非在给自己采出防御阵之后 试图以虚无知线 操控这些傀儡 只是 当虚无知线 扣中这些傀儡的时候 韩非顿时就看见一只流血的大眼睛 满脑袋都是天道法眼的样子 扑 那一刻 韩非蹊跷流血 牵血在火焰中瞬间蒸发 然后又被韩非连带着能量 一口吸回 韩非心头惊骇 完了 这里所有的傀儡 全都完了 他们本来要么没有神魂 要么是无主残魂 保留着一些本能的意识 可现在一看 这些神魂 全被天道法眼侵染过 没有一个是可以挽救的 吼 百兽镇魂吼下 韩非身边三只傀儡 似乎神魂破灭 直接瘫软了下来 韩非见词 心头大喜 斥了 用神魂攻击 这些傀儡 自己即便能碾碎他们 但是却没有半点好处 可灭了他们的神魂 那么他们的傀儡之躯 就依旧可以使用 如纳猎魂术 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操控之法 分一旅神魂出去 这些傀儡将为自己所用 当然 这种方法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 自己要分出好多神魂之力出去 天神刺 通好在精神图已经修炼完成 精神刺已经完全转化为天神刺 只是 自己还不熟练而已 毕竟 最近韩非压根就没地方用 现在正好 正好可以用来对付这些家伙 没有了神魂的傀儡 就是一具单纯的傀儡 所以 韩非心念一动 就将刚才那三具傀儡收入了炼化天地之中 就如同收取一件物品一样 然而 韩非并没有开心多久 虽然他有足够的实力 可以干掉这些傀儡被腐蚀的神魂 但是 这傀儡的数量 实在是多啊 韩非的实力再强 没有运用大道之力 也就是体魄强 而眼下这些傀儡 单论体魄 几乎全部超过了半尊 数以千计同时出手 就算韩非再强 那只能绕着仙弓 飞天遁地 边跑边战 如果飞要硬抗 最多实习韩非就要被这不知道多少的傀儡 给垂晕过去了 吼 韩非的神魂攻击手段 总归是有限的 除了百兽镇魂吼 也就只有天神刺了 去无知线对敌还可以 但是对上天道法眼 一个照面 自己就先伤了 在这种时候 却是万万不能用的 老乌龟在韩非体内 因为不需要出手 则悠悠道 许是你实力太低 这应该只是这天道法眼本能的御敌机制 所以 你收服这些傀儡 应该不是很难 韩非 就怕这些傀儡中 有的傀儡在这万载岁月之中 诞生了自己的意识 韩非想起了水中仙的例子 如果有尊者静的傀儡出现 那可就不好打了 老乌龟则道 这应该不会 天道法眼在此 你觉得 他会容得下心意识的诞生 就算诞生了 怕也是立刻就被磨灭了 所以本皇才说 收服这些傀儡 并不难 无非 就是多花点时间罢了 几天足矣 韩非冷笑 几天 现在 感知中出现的傀儡数量 已经超过了1000尊了 这股力量 即便是放到水母天 那都是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攀战继续 阴阳仙宫的内部 被轰得千疮百孔了 只是 韩非跑着跑着 就发现不对 自己似乎跑到了 仙宫的中央地带 他看见 在那浓烈的火源之中 有一座大型宫殿 静静耸立 嗯 这宫殿被封印了 连天道法眼都无法破封 第1477张天赋灵魂兽突破 韩非本来想在 这个地方竟然有不被天道 法眼污染的宫殿 讲必 这座宫殿 极可能是老娘留给自己的 所以 毫不犹豫 韩非就朝着那宫殿的封印撞了上去 一般来说 这种封印 应该是能辨别来者气息的 事实上 韩非也不能确定 但是 一个封印 还不足把自己给吃了 所以 没有丝毫的迟疑 韩非就撞了上去 通韩非只感觉自己撞在了一座铁山之上 整个人都快被撞扁了 也没见着这封印减弱了一丝 更没有轻轻松松就能钻进去 通通通一大堆的轰击随即而至 韩非一个闪烁 出现在千米之外 围绕着这座宫殿的四周 环绕了起来 结果 让韩非大失所望 这什么封印之上 一个出入口都没有 自己都闯了五六七八次 一次都没能进去 甚至 韩非还飞到了顶上去瞅了瞅 结果 依旧是没有发现任何入口 老乌龟道 或许 是你进入的方式不对 这里 毕竟曾经是王者居所 你现在距离王者 还差得远呢 即便有很多人认为你可以成王 但是你现在毕竟不是 人家封禁的禁止不认得你 也是正常 有着利器 倒不如先把那些傀儡干掉 看来 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计 给亏我挨到现在才来 若是来早了 我能被这些傀儡给活活打死 哦不 即便是有出击尊者来了 怕也是死路一条 他们的体魄 都还没这些傀儡的强呢 碰碰碰轰轰轰 三天后 韩非启用战争之躯 吞吸之法 于这三日之内 硬生生击碎了1300多只傀儡的神魂 韩非很是无奈 这三天 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战斗的机器 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极度疲乏 烈化天地内的精神类灵果 已经被自己吞服的消耗殆尽 若这些傀儡只是寻常的伴尊 那都还好说 可是 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儿 这些都是没有思想的机器 打不死的小强 除了用精神攻击 一个一个地去搞定 如果凭借绝对力量去打的话 打完这些 自己恐怕早就得废了 不过 也幸亏这些是傀儡 如果不是傀儡 而是有意识的人 自己也早挨宰了 刹 监工所占的地域并不大 应该只和水木先攻相当而已 合计1302之傀儡 被韩非技术扫光 砰 就看见韩非直接往地上一躺 大口的喘息 随着韩非心念一动 小黑小白出现 韩非 儿子 闺女 慢慢吞 好好吞 给我把这鬼地方的灵气和能量 给吞个甘钱静静再说 韩非清扫了这些傀儡 天道法眼 也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动作 可能在天道法眼看来 这些傀儡只是小喽啰而已 也许 就像是大地上的蚂蚁 没了就没了 不值得注意 而韩非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也只是半尊而已 这和王者没有半点干系 所以 那大眼珠子除了偶尔丑丑韩非 别的啥都没干 结束了战斗 那些无穷无尽 狂暴的灵气 开始自发地往韩非的身体里面灌注 毕竟 韩非已经超脱反卖 灵气和能量 都会自动往他的体内钻去 即便韩非啥也不干 只是躺着 最多半个时辰 身体就要被塞满 好在 小黑 小白 一左一右地在他身边 疯狂地吞袭着 刷 韩非刚刚躺了半刻钟 时间不到 小黑 小白的身体 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韩非当即一愣 小黑 小白已经尽无可尽了 再进一步 就得渡截了 话说韩非现在都不知道 这两个小家伙 要怎么渡截 一直以来 韩非都忘了问这个问题了 天赋灵魂受渡截 和主人有没有关系 此季 韩非眼中 信息浮现 名称双生阴阳吞铃鱼 眼辩中 介绍此来上古神秘类阴阳吞天鱼后裔 黑白双鱼半生而存 白鱼温顺 黑鱼残暴 灵体共生 只需一方存活 另一方则不死 等级69级 品质神秘 储存灵气 演变中 食物杂食 万物皆可吞 战继太上阴阳轮 吞灵体 合体 双子神术 被驻黑鱼不可见 除主人外 需有天地运生的阴阳神眼方能看穿 合体后 战力大增 可比神兵 蕴含魂力 演变中 韩非心头一阵 难不成 小黑小白要杜劫了 不是 在这鬼地方杜劫 真的没有问题吗 韩非连忙道 老元 天道法眼注视之下 天赋灵魂受杜劫 会不会出现意外 这一点 韩非完全没经验啊 这天道法眼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监察什么东西 总这么看着人 也怪圣人的 老乌龟悠悠道 先天道体是如何杜劫的 本黄也不知道 按理说 他们本身就是道体 杜不杜劫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就是天道所运 本身就是天道的一部分 若是杜劫的话 我总觉得 是天道在杜他自己 韩非 韩非一脸猛逼 所以呢 老乌龟美好气道 本黄又不是万能的 本黄是龟 龟的大部分时间 是用来睡觉的 再说了 这天下之大 本黄知道的事情 也是有极限的 人族的天赋灵魂兽 若是需要杜劫的话 主人应该是可以代替的 因为 你们是互为共生的关系 天赋灵魂兽陨落 会大损你的根基 主人陨落 则天赋灵魂兽也会陨落 所以 按我的经验来看 应该是可替的 听到这里 韩非顿时松了口气 能够代替就行 小黑 小白的真正实力 还没到探索者的级别 若是来一个 他们无法提防的天结 可不得自己上吗 见天道法眼 对自己一直都没啥反应 韩非继续躺了一会儿 一个时辰后 这个时候 小黑小白已经完全不吞噬灵气和火源之力了 就他们俩当前吞噬到的量来说 可能连整个阴阳仙宫中溢散能量和火源的1%都没有 但韩非丝毫不慌 刚才让小黑小白他们吞噬 也是顺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能量而已 更主要的是 是自己需要休息 历经三天的疯狂战斗 自己的身体被垂击了千万次 金刚铁骨都能被垂散架了 自己能扛着干掉1302尊傀儡 已经堪称飞人类了 此刻 韩非感觉自己尚未完全恢复 还想继续躺上一阵子 可是 却见小黑小白的身体 忽然开始闪烁了起来 这样子 难道是真要晋级了 韩非当时就有点猛了 难道老乌龟说的是真的 先天道体不需要杜截 搭搭 忽然间 韩非猛一抬头 只看见远处天穷之上 那天道法眼竟然眨巴了一下 那天眼之中 有火焰在涡旋 不知道是不是被小黑小白的突破触动了 韩非只觉心里咯噔一下 在思考着 要不要将小黑小白收起来 突破 随时都可以突破 在魂海之中 应该也可以突破 可是 若是被这天道法眼看着 总感觉怪怪的 只听老乌龟道 不要慌 这大眼珠子的触发 应该是有条件的 你一半尊实力 收拾了这么多傀儡 他都没有发作 很可能 他对尊者之下 根本都不会出手 韩非想起 任天飞这老混蛋也说过 用出的力量越小 天道法眼越不会注意你 不过 韩非此刻已然起身 一旦这天道法眼有所动静 自己立刻就收了小黑小白 大不了 自己也暂时进入恋化天地 只是 一直过了数十夕的功夫 那天道法眼愣是没有什么动静 韩非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看来 这玩意 的确不会对尊者之下出手啊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一直又过了三个时辰 韩非就看见小黑小白身上有光滑扭转 眼中信息重新浮现 您称双生阴阳吞铃鱼 介绍此乃上古神秘类阴阳吞天鱼后裔 黑白双鱼半生而存 白鱼温顺 黑鱼残暴 灵体共生 只需一方存活 另一方则不死 等级七十级 品质神秘 储存混沌之气一缕 十五万物皆可吞 战继太上阴阳轮 吞铃体和体 双子神术 魂力融合一个时辰 被驻黑鱼不可见 出主人外 须有天地运生的阴阳神眼方能看穿 合体后 战力大增 可比神兵 咦 韩非刚才 其实就已经猜出小黑小白在突破了 虽说 没有杜绝这事 让韩非觉得挺神奇的 但是 小黑小白本来就是神秘类生灵 又是那什么先天道体 这事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似乎也合情合理 只是 当韩非看见那储存灵器 变成了储存混沌之气后 顿时就感觉精神一振 一直以来 韩非都没有办法获取混沌之气 甚至 他都不知道混沌之气是什么玩意儿 结果 现在小黑小白竟比自己先一步 孕育出了混沌之气 除了这储存灵器变成了混沌之气 这一次晋级 小黑和小白 那魂力数字竟然也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准确的融合时间 魂力 代表着主人和天父灵魂受融合时间的长短 以前 韩非和小黑小白进行融合 这个时间是有国计算的 约末是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旦超过这个灵界值 韩非就会感觉 自己的精神变得虚弱 庄子神术 那是连自己肉身都能变没了的一种神妙术法 自当不算在内 但若是单纯的融合 以前最多是一个时辰 而现在 足足翻了一倍 这太令韩非感动了 第1478章苍龙古诗 小黑小白的晋级 完全是韩非预料之外的事情 这一次千辛城之行 韩非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还会有这份额外的收获 当初 在推演搜魂术的时候 后续推演的需要 已经变成了混沌之气 只是 那会儿自己还不知道混沌之气是什么 但是 这东西也没必要提前去问 就像境界一样 等到了 自然就能体会到了 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如果境界没到 去强行爆发 总归差点而易死 这一次 小黑小白的晋级 虽然信息发生了改变 但并没有出现新的能力 让韩非颇为遗憾 不过 韩非想想也是 如果每次晋级 他们都能扮生一种全新的能力 那未免也太过逆天了 这一次 能够郁郁混沌之气 已经大大超出自己的预料了 至少 将来 自己若是需要混沌之气的话 倒不用愁了 只是 这会儿 韩非怕是来不及去研究混沌之气了 在小黑小白晋级期间 周围灵气和能量 仍自发性的往韩非身体涌来 本来 韩非以为 身体吸收到饱和之后 就会不再吸收了 可是不然 仙宫之中 灵气狂暴 除了灵气之外 还有一种莫名的能量 这种力量 在微微的往自己的体内蔓延 而且 韩非感觉这种力量 似乎在让自己变得狂躁 天启 砰 以及天启神术砸下 韩非感受着浑身爆炸性的力量 连忙到 老元 我是不是误吞了混沌之气 就韩非看来 普通的灵气和能量 是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发生的 要么 只能是这里出现了另一种未知的能量 之前的三天都在战斗 灵气和能量疯狂爆发 韩非还没察觉 现在 战斗结束了 问题就随即出现了 自己在水墓先攻的时候 其实 并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可能是自己在水墓先攻的时间很短 毕竟 那是人家的地盘 又不是自家的 老乌龟道 不 混沌之气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吸收的 你吸收的 恐怕是那大眼珠子的腐蚀之力 那些变异的傀儡 可能就是被这种力量 给腐蚀掉的 撕 卧槽 那你不早说 老乌龟悠悠道 不着急 这种力量 也需要长时间的侵染 一时半会儿 效果也不大 韩非当时 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大个毛线 自己根本就没想过要吸收这种力量 但是 自己不想吸收 他们也在往自己的体内钻来 好在 自己的一道天启神术 将这力量给震散了 否则 自己都感觉撑得慌 那天到法眼 看起来着实不像什么好东西 虽然他现在没对自己出手 但韩非也不想一直暴露在他的注视之下 当所有的傀儡都被击杀 丢进炼化天地之后 除了天到法眼 这阴阳仙宫虽然还被笼罩在 狂暴的灵气和混乱的火源能量之中 但是 他们并没有威胁 韩非自然也有的是时间 去寻找通往宫殿的入口 韩非觉得 要么 这入口应该被阵法给遮掩住了 所以自己可以将那宫殿的每一个区域 都是上一遍 当然 这么个本方法 也只是韩非的猜测 如果人家的入口位置可变呢 那自己一一试下来 也没用啊 确实 韩非也很无奈 毕竟 寻找了这么久 一点迹象都没发现 如此 又重新试了数个时辰之后 韩非还是没能找到宫殿的入口 这禁止 并没有对自己开放 于是 韩非不得不将目光 描向这仙宫之上的其他地方 因为感知无效 所以韩非只能慢慢找起 或许 是先前的大战太过爆裂 也可能是曾经这里的战斗很疯狂 导致这幅空岛表面一片乱糟糟的 韩非攻没着 要不是这幅空岛 一直受到天地精华的温养 质地坚硬无比 否则 怕是早就被远古的一场大战 给打散了 满眼望去 哪里都像是被狗啃过了一般 韩非一处处地清理 将碎石 泥土 重新堆积 即便是这些看似不值钱的玩意儿 韩非发现 竟然收不进炼化天地之中 韩非随手抓起一把泥 感受了一下 发现 这泥土之中 竟然也蕴含着大量的灵气和能量 呲 韩非感叹 这还是泥土吗 说是丹药也不过为啊 这一嘴的泥吃下去 恐怕都比得上一枚普通灵果了都 足足用了两天时间 韩非才像是一个扫地机器人一样 将阴阳天的浮空岛表面 给打扫了三分之一左右 此刻 韩非正站在一个古怪的洞口前 与其说这是一个洞 倒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毕竟 这个洞太大了 韩非也是绕了好多个圈 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洞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给砸开的 这个大洞 不知存在了多久 里面似乎别有洞天 现在 他是隔绝了韩非的视觉 或者说 韩非觉得 自己看见的 也不过是假象 看来 还是得进去看看 韩非觉得 从这洞口进去 不出意外 自己会有些发现 至于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 大洞能通到哪里 韩非心里 也什么数 或许 这应该就是自己的目的地了 毕竟 自己寻了这么些天 愣是一丁点耳的发现都没有 站在洞口 韩非下意识地掐指 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老乌龟 来都来了 天道法眼都已经面对了 下面你终归得去 韩非淡淡道 我再考虑一个问题 老乌龟 什么 韩非抬头看了眼天道法眼 你说他究竟是大道所化 还是背后有人操控 老乌龟愣了一下 吃笑道 废话 当然是大道所化 这阴阳先公违反了大道规则 给天地造就了一个大问题 大道规则多少都得注意一下吧 若是人为操控的话 人家留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毕竟 强者的时间就不是时间了 如果是更高层面的强者 他们哪会有时间一直盯着这 韩非又道 如果他是大道所化 那大道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是一个人 老乌龟 你发什么神经 打架就打架 你总归得下去 要不然 你去把这大眼珠子干掉 干掉了 就没人看你了 韩非的嘴角扯了扯 总觉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 也只能如此了 当韩非一步跨入这风景之中 再次感觉自己仿佛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炼丹炉一样 周围的温度 实在是太高了 这特么个温度 怕是比外面高了一倍不止 感觉自己的皮肤 都微微有点挡不住了 但是 这还不算什么 韩非环顾四周 仿佛自己正处在一块屏障之中 这块屏障 由灰色的物质组成 看不见外面 韩非随手一拳轰出 无敌权硬烙印在屏障之上 结果 权硬的力量 直接就被那灰色的风镜 给吸收掉了 毕竟 这是王者所在之地 虽然是老妈的地盘 但是危险性却是一点都不低的 韩非也不准备让小黑吸收这些火焰 这方空间看起来太大 火源之力太猛 即便小黑不停地吸收的话 应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吸收的 倒不是韩非觉得浪费时间 而是 韩非觉得 要趁热打铁 后续的半滴本源水 如果不在宫殿之中 有可能就在这下面了 那宫殿 自己是根本无法进入 如果半滴本源水被割在这 自己何不先吞服了 待自己入尊之后 实力大增 即便遇到麻烦 也好对付不是 却见韩非迅速下潜了 足有五十多里 四周只剩下火源的时候 这才无语道 果然 这是秘境空间 独立的小世界 如果还在悬空岛上 恐怕悬空岛都要穿了 老乌龟 这里天机紊乱 外面的那天道法眼 应该看不进来 韩非亚裔道 真的假的 这才五十多里 整个阴阳天 他都能瞧得见 偏偏这 他就看不见了 老乌龟 天机紊乱 说明这片空间是混乱之地 那东西 只是长得像是眼睛 又不是真的眼睛 你在他眼皮子 地下打架 他都没在意 他是大道的一种监察 如何能观测 天机紊乱之地 卧槽 韩非正和老乌龟 在聊天呢 眼中忽然出现了 一只巨大的龙头 关键 那龙头还瞪着眼睛 吓得韩非一哆嗦 只见韩非一道 拳硬捏出 体内至少三分之一的能量 技术会于这一拳之中 除了被这龙头的 突然出现 给吓了一跳 韩非立刻就认出 这应该就是理想宫中 那苍龙虚影要找的尸骨 看见这具尸骨 韩非并不意外 苍龙之魂出现在理想宫中 不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自己无法分清 这一只苍龙的敌我关系 但至少 在水木天那岛屿之上 人族和龙族 似乎是站在对立面的 所以 苍龙之魂出现在理想宫 只能是被老娘给扣进去了 然后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 否则 苍龙之魂不可能有金色书液 现在看来 金色书液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 这一处秘境 又何尝不是 既然那苍龙的神魂是被扣押的 那么这具尸骨呢 没有神魂之称 这尸骨有什么用 虽然还没进入真正的战斗 但韩非的猜测并没有错 这确实是龙头尸骸而已 苍龙的脑袋并不是对着自己的 而是搭拉在另一边 哭 韩非拍了拍胸口 哼 没有神魂 不过一具尸骨而已 老乌龟 你要还给那条龙吗 韩非当即吃笑 还 到手的龙诗 我还什么还 反正 金色书液都拿到手了 老乌龟一副早有预料的样子 就知道韩非是不可能还的 现在 只怕他已经在思量着 该怎么利用这具龙诗了才对 韩非快速窜了过去 这龙诗 是盘成了一个圆形的 首尾相接 在这圆形的中央 漂浮着一个琉璃小瓶 韩非甚至可以看见瓶子中有液体存在 本原水 韩非的眼睛一亮 虚空大手已经朝那小瓶子抓了过去 只是 那万丈龙诗 或人间身子一阵 在韩非抓向那本原水的一瞬间 突然间 整个就活了过来 一尾巴抽向韩非 韩非的脸色大变 正于扭转虚空 结果 发现自己所在这方寸空间 竟然被禁锢了 折身全印 轰轰轰 韩非被一尾巴充飞数千米 此刻 韩非松动着手臂 发出咯咯哒的声音 韩非咬牙 连死的都这么强 老娘也太看得起我了 弄一条龙诗守护本原水 我特么 第1479张半滴本原水 却说在苍蒙古狮醒来的那一刻 韩非心头就如同万头铁头鱼在奔腾 就冲这个这么大个脑袋 都知道不好打 韩非都不知道老娘是怎么想的 她就没想过 要给自己降低一点难度吗 毕竟 能达到先攻 已经是千难万难了 这时 老乌龟道 这龙诗经受几万年的炼制 这肉身实力 怕是不一定会比你弱什么 韩非听完 更是心头一沉 从刚刚那一击之力 自己就已经感受到了 这苍龙的力量很强 人家的本体就这么大 随便摇动一下尾巴 那就不是寻常人能受得住的 况且 这苍龙骨诗 显然是被当成了一个 结界守护者来用的 为的 怕就是防止有人前来偷取本源水 可既然苍龙骨诗被充当守卫 那么他的力量 显然是不能超过王靖的 而且 老娘留下这龙诗 应该是考虑过自己的战斗能力的 如果留个绊王下来 那几乎就是王者之下无敌了 韩非一想 说不定还真有这可能 打败了绊王 不正好就可以证明 自己有城王前置吗 但是 如果拿这半滴本源水这么困难的话 那当初自己拿定海土里那半滴的时候 老娘应该就跟自己说了 就算那次不说 在天空明思源的时候 他也可以说啊 韩非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猜想 或许 这苍龙骨诗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韩非心念一动 无尽水化作万道刀芒 一轮扫荡 叮叮当当只是稍微试验了一下 韩非就发现 无尽水对着苍龙骨诗无效 可见 其体魄之强悍 早已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了 后 却听龙银爆起 虚空震荡 音波如注神魂 直冲韩非脑海 天神刺 和韩非一甩手 绣花针握在手中 以精神力汇聚其上 以一枪开天门 天神刺 暴起而出 通去看见龙尾摇摆 虚空炸开 滚滚涟漪 冲向四面八方 今可见 自己的神魂攻击 失去了踪影 像是石沉大海了一般 自己所施展出来的力量 显然要比这苍龙骨诗弱了一筹 可一个体魄和自己相当的 还是龙族的生灵战斗 战斗的难度不小 就这 还只是苍龙骨诗 若是他拥有神魂 天之道能打出多强的力量出来 短短鼠息之间 通过两次试探 韩非就确定了一些信息 体魄并没有比我强 但力量肯定比我大 实力 约莫在高级尊者到巅峰的样子 完全凭身体的本能意志在战斗 这苍龙骨诗 唯一的信念大概就是 守住这半滴本原水 如此 韩非的嘴角微微勾起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也就是看起来唬人而已 果然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苍龙骨是要么是被老娘威胁了 要么是和老娘达成了什么协议 就韩非现在的初步估计 这只苍龙 哪怕活着的时候 也最多就是半王镜 可能在半王镜中 算是比较强的 但距离屁海 应该还是差了一步 嗡 韩非扭曲空间 试图以斗转星一束 直接出现在本原水旁边 结果 距离本原水不足百米的时候 只听喷的一声 韩非就被弹开了 却见一个金黄色的球体静置 直接挡住了韩非的去路 连斗转星一束 在那范围内 都被封印了 吼 龙银乍响 韩非的脑子生疼 只能以玉魂阵抵挡 并重心躲了开去 似乎 是被韩非的突然过界几期着了 这龙狮竟然主动出击 只看见他那庞大无比的身体 以及快的速度 开始缩小 卡卡卡 在苍龙尸体变小的同时 他的身体之上 一下子就脱落了千万枚龙铃 啾啾啾铃片飞舞 交织成网 韩非并没有当回事 毕竟 这个力量顶天了 也就高级尊者敬 韩非的身体 如幻影般闪躲 即便有龙铃落在自己身上 也只是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这和韩非已无尽水 扫到苍龙骨诗是一个道理 谁都打不动谁 抓韩非的身影消失 在此出现时 已经是在苍龙骨诗的背上 因为没有感受到这龙诗有魂力涌动 所以 韩非认定 这祸能施展的 唯一能攻击神魂的力量 就是龙银了 自己的神魂之力并不弱 所以 龙银虽然对自己有一些威胁 但是并不高 虽说 任天飞说自己的神魂之力并不是很高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但那也是相对于那个多少万年的老怪物来说的 若说这苍龙真身在此 韩非定然不会这么随意的站到人家的身上 可是 这毕竟只是一句尸骸 韩非的目光四处寻找 对老乌龟道 老元 帮我瞅瞅 这龙诗上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肯定有什么东西 是能破开尽致的 老乌龟道 你这么确定 揭开封禁的办法 在这条龙诗身上 韩非笑道 只能在他的身上 如果守护者不拿着钥匙 那么守护者存在的意义 又是什么 东西 总归是要给人的 守护者 不可能猎杀前来的每一个人 老乌龟沉吟了一下 你忘了 龙有龙珠了 韩非心头一动 任由身边的无尽水和龙铃碰撞成一片 一个空间扭曲 整个人 就出现在龙嘴前 吼 龙铃的心风 瞬间喷了韩非一脸 但是 韩非的体表 一层又一层的玉魂阵出现 趁着龙铃的时候 韩非直接往人家嘴里一钻 那一刻 虚无知线画三百余根 纷纷涌出 钻入这苍龙湿海之中 而韩非 双手一举 直接撑开了正准备闭合的龙嘴 后 那一枚眉锋利的牙齿 可比龙鳞片还要坚硬和锋利 韩非双手抓着两只龙牙 心说 得亏这龙变成了小龙 否则 自己环抱着 都抱不过一只牙齿 即便如此 韩非的双手 也是鲜血淋漓 出于本能 龙嘴 一开一合 韩非的拳印 在人家的嘴里轰击着 虚无知线已经钻到了苍龙体内 直到韩非找到了一处闪着红光的珠子的时候 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一时间 虚无知线全部扣了上去 要知道 虚无知线可不仅仅只能控制神魂 人家也是能进行锤吊的 说到底 这也是鱼线的一种 在韩非扣住龙珠的时候 这苍龙似乎暴怒了起来 他的身体旋即变大 可韩非冷笑一声 手中绣花针出现 大大大 没有了神魂的苍龙 就是一条大海蛇 除了体魄可能达到了半王之境 其他干啥啥不行 当然了 以这样的苍龙古师 来镇守各宝贝 那还是妥妥没有问题的 至少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初级或中级尊者来 怕是会被无情碾压 肉身的绝对优势 根本不用去讲啥道理 扑含非伸手 扣住被虚无知线带来的龙珠 抓住绣花针 一个斗转星移 已经出现在了那封镜之外 当镜之亮起 韩非将龙珠往前一推 整个人扑一下 就钻进了封镜之中 韩非有些讶异道 老元 你怎么知道 要是会是龙珠 老乌龟不屑道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这整条龙 除了他的肉身 唯一可以不朽的 就是龙珠了 地方就这么大 盲猜一下 都知道了 韩非微微一笑 不过这龙珠 光滑暗淡 看样子已经明珠蒙尘 想要再次将力量修回来 怕是不易 说话间 韩非已经走到了 那半滴本原水的旁边 苍龙古诗 这会儿也不动弹了 也不知道是被打猛了 还是被摘了龙珠之后 就歇菜了 这会儿 苍龙古诗正像一条咸鱼般 就地躺尸了 根本看不出半点层存活的样子 左右看了一下 确定没有老娘的神魂印记之后 韩非这才伸手 抓向那一个小瓶子 这个过程 出奇的顺利 那瓶子 还有些微微的凉 与这儿的环境不符 哭 韩非咧嘴一笑 上一次 半滴本原水 将自己送到了前吊者的极致 神魂之力送到了执法镜 那是自己成长最快的一个阶段 但是 那会儿的自己还很弱小 本原水的效用那么大 也是理所当然的 也不知 这剩下的半滴本原水 能达到何等效果 孤独 有了前次的经验 韩非直接一口吞下了这本原水 之前 韩非明确地知道 探索者这个境界 自己应该已经走到了极限 连不灭金身都练出来了 还想变强 就只能继续将神魂融入金身 诸不朽之魂 继续修炼不灭霸体 这一门大树 韩非一直都没敢修炼 就其原因 主要是碎星岛大战在即 自己不能够浪费自己的神魂之力 一旦神魂融入金身 自己没有无主之魂去补充不说 就算补充了 无主之魂也不可能一下子被自己完全吸收的 若是修炼了 势必导致自己的神魂之力大减 在分割一半神魂给身外化身的时候 韩非就已经体会过神魂大减的弊端了 整体实力要降低三成还多 神魂之力也弱上许多 若是遇到寻常对手 那也没什么事 但是若遇到了强劲的对手 自己的实力减弱一分 都是极为危险的 此时此刻 在吞服本源水的这一刻 韩非开启了不灭霸体的修炼 韩非要修炼的是不朽之魂 第1480章极限变异 和上一次不同 这一次 韩非在服用本源水后 神魂之力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但是 这个提升具体是多少 韩非暂时还不太清楚 现在 韩非要修炼不朽神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韩非很清楚 这是自己在探索者境界 继续提升自己的唯一办法了 口此数一出 韩非只觉得头疼欲裂 和以前锤炼肉身的那种疼痛不同 不朽之魂的修炼方法 是将大量的神魂之力 碾碎并渗透入今身之中 以今身不坏的那种力量 进行温养和交缠 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韩非以神魂之力 在自己今身内外的每一个角落之中 都附着上一层神魂之力 这部分力量 会渐渐的和今身融合 之后 就再也拿不回来了 而这 仅仅是一个开始 此后 神魂之力还要融于血肉 皮肤 当然 这些都是后世了 这种神魂的消耗 一点都不比分裂一半神魂 给身外化身来的轻松 甚至 韩非觉得 最终的后果 可能还要严重一点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韩非直接选择入尊 那么他在本源水的帮助之下 入尊后实力只会变得极强 但是 先将本源水的力量 用在探索者境界 那么 在入尊之后 或许境界上不一定能够快速提上去 在实力上 可能就会相对弱一点 当然 这一切都是韩非自己的猜想 具体的提升 需要等自己修炼过后才知道 哦 韩非感觉到神魂在快速被抽离 而被抽离的那部分力量 像是被封印在了金身骨骼之中 当神魂吸附于金身的时候 韩非感觉自己对身体的掌控 似乎也在变化 神魂在不断地消耗 本源水中 同样有大量的神魂之力 在填充着韩非的魂海 这一点 让韩非长长地松了口气 果然 不出自己所料 这半滴本源水中 欲含的神魂之力高得出奇 毕竟 获得本源水的阶段不一样 它的效果也会有不同 如今 神魂之力倒不是问题了 但是 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韩非觉得 自己的身体 开始膨胀起来了 韩非修炼的是不朽之魂 但它和肉身又没有什么关系 本来嘛 本源水不单单是提升神魂之力 它还会对肉身起到一个极大的改善作用 韩非的不灭金身 本就已经很强了 甚至说 韩非的金色血液 皮肤 都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类的范畴了 韩非的每一滴血 每一个细胞 能够吸收的力量 都超出正常人的想象 可现在 在本源水的灌注之下 韩非体内的能量储备 正在趋于饱和 即便自己是不灭金身 但还是挡不住如此庞大的能量冲击 老乌龟此刻惊讶到 这一滴水 竟然蕴藏如此大的能量 竟比王者金血更要富足 这得堪比王者金血了吧 韩非这会儿 可没空和老乌龟扯淡 不灭霸体 才刚刚开始修炼 若是能量得不到释放 那么自己终究只能在身体膨胀到一定阶段后 开始选择突破 入尊 百息之后 韩非的身体膨胀了一倍左右 此后 仍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 终于 韩非在身体膨胀到了六倍之后 有点扛不住了 整个人 开始逐渐陷入一种迷糊的状态之中 而那入尊的瓶颈 也已经开始松动 似乎在提示韩非去冲击 因为开始修炼不灭霸体 韩非并未感觉到自己的神魂之力 有半点的增强 这也很容易理解 毕竟 这些神魂都跑去滋养肉身去了 这可是韩非第一次修炼不朽之魂 如果没有本源水 恐怕自己的神魂 会被吸得一干二净 有消耗 也必有回报 要不然 以韩非的个性 也不会这么浪费神魂之力 又过了百余西 韩非就如同一个气球一样 感觉身体随时都要炸开了 老乌龟本来还没担心 结果 一看韩非膨胀的简直不像话 此前 这家伙一直压制着 拼死不突破 现在 到最后这一刻 还在压制啊 这是要玩命啊 老乌龟惊慌地吼道 哎哎哎 韩非小子 你疯了 再这么下去 你就自爆了 你真当自己无敌了啊 快停下 停下 然而 这会儿的韩非 哪里听他的 韩非听见了老乌龟的话 但是他很想和老乌龟说一句 你根本没走过无敌路 也没在这个时间 拥有过不灭金身 所以 你根本体会不了我的感受 虽然老子看上去 好像要被撑爆了死了 但是 我自己还能扛 至少 还有一些空间留给自己 自己可是门清着呢 片刻后 滋滋滋突然间 韩非发现 自己全身的金身骨骼 似乎在冒烟 那璀璨的金色 正在发生微微的淡化 上面仿佛包裹上了一层浅到不太可见的幽蓝之色 光在这一抹幽蓝之色出现的瞬间 韩非体内恐怖的能量 像是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疯狂地朝着韩非的金身骨骼涌了过去 仿佛干涸之地 需要雨水滋润 只看见 韩非的体型开始变小 六倍 五倍 四倍 当韩非的体型 一直缩减到正常体型的两倍后 一声卡擦声响 忽然出现在韩非的脑海之中 那一刻 韩非悚然一惊 韩非感受到 在冥冥之中 自己的尊者避障 竟然开始有碎裂迹象了 老乌龟直接就傻眼了 伴尊这个境界 已经容纳不下你的身体和神魂强度了 竟然主动地将境界避障 给打开了 这会儿 韩非感觉到本源水的力量 可能已经消耗了大半了 而探索者境界 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伴尊境界最末的那个关头 韩非瞅了一眼数据 眼中信息浮现 主人 韩非 等级 79级 伴尊 灵气 42万 42万 灌顿之气 未转化 精神力 79999分之4万9098 受损 感知 一万里 力量 2498浪 第一灵脉 未知 第二灵脉 未觉醒 第一天赋灵魂兽 双生阴阳吞灵于七十级 第二天赋灵魂兽 未觉醒 主修功法 虚空垂吊术第六层偷天术尊级神品 那一瞬 韩非咧嘴一笑 果然 没有所谓的最极限的说法 只要自己能继续走下去 就还能走得通 但此时 韩非的身体 从灵外到肉身 再到神魂之力 在半尊之境内 只能容纳自己到这个程度了 再多分毫 可能就得诈 韩非也明白 到这儿 自己应该才算是尽无所尽了 灵气的提升 韩非早已无所谓 精神力不增反减 即便有本源水 都没能补回来 但是 还算理想的是 即使有差距 相差的也不是很多 此时的感知 并没有变化 在力量方面 增加了足有近六百浪 看到这个数值 韩非先是一个惊讶 随即咧嘴发笑 曾经 一浪之力都让自己羡慕不已 可是现在 一下子就增加了六百浪 这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自己 随便挥挥手 就能拍死几个探索者了 此时 并没有时间让韩非去修炼精神图 要不然 去观想观想此图 说不定神魂之力还能补充回来 接下来的一步 更为关键 乃是 入尊 当瓶颈破碎的那一刻 韩非体内的能量 就已经在疯狂的消耗了 本来 本源水提供的力量 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现在 本源水提供的力量 突然开始不够花了 就看见韩非那两倍的体型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 只用了不足百息功夫 韩非就已经变成了正常的体型 身体的缩小 本源水残余的能量供应 虽然很强大 但是仍不足以支撑 韩非的这一次快速突破 就连韩非自己 都有些意外 似乎 自己的半尊敬更进一步之后 自己对能量的消耗 更大了 翁翁在这一刻 韩非心念一动 烈化天地中 飞出五百余霉能量果 砰砰砰能量果纷纷爆碎 纯净的力量 在韩非的吞吸之术下 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 那一刻 韩非感觉 这个世界 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 自己的眼中 似乎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力量 随便扫一眼 便可洞穿千里 乃至万里的虚空 周围的空间 在自己眼前 也没有原来那么神秘了 韩非突然感受到了 那肉眼看不见的尘埃 似乎内有乾坤 韩非看见一点雾气 正在他的眼前无限放大 他能够感受到 自己身体的每一滴血液 每一缕神魂 这是一种旋而又旋的感觉 在探索者境界的时候 韩非就已经感受到了 滴血重生的力量 只是 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晰 但现在 韩非仿佛一下子就明白了 似乎 自己的生机无处不在 什么断肢重生 什么滴血重生 那根本就是身体的本能 除这之外 韩非甚至能够看见 比灵气还小了无数倍 有一种漂浮于天地间的 莫名颗粒 那似乎 也是一种能量 它们在肆意地穿梭 虽说它们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不像灵气那样 充斥着整个天地间 但它们就那样地存在着 比灵气颗粒小 比灵气颗粒更灵动 恍惚间 韩非明白了什么 混沌之气 这一切 都是在入尊这一刻 韩非感受到的 可接下来的事情 却又让韩非迷失 在韩非体内 一道黑色线条 不知何时浮现出来 这黑色的线条 直接出现在 韩非的心脏之中 黑色在蔓延 迅速地充斥了 韩非的神魂 尸海 在它们出现的这一刻 老乌龟彻底被屏蔽了 这种身体最深处的机密 完全将老乌龟的胆汁 封锁在了黑暗之中 扑通 扑通 随着韩非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就有一缕黑色的丝线 在韩非的体内开始交缠 慢慢地 各种黑色的丝线 逆步韩非全身 从他的脑海 到他的血肉 甚至在有些地方 和他的灵脉完全重合 这一刻 连韩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进行着一场 极其诡异的变异